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五个字 第二上 正面的人生 正面的人生 那我们一起来问我们自己 你的人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正面的吗?你的人生 你看你自己一下,你照镜子一下 擦你自己的心一下 或者已经信主了 哎呀,我信主了十年 或者我信主了半年 或者是三个月 咦,我的人生是正面的吗? 还是负面的 这是很迷信 就常常觉得 我的命就是如此的衰 或者是如此的不好 这是命中注定 有些人说,我会命啊 我有钱 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都会把它定为是命中的一个注定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上帝 他给我们的生命 是正面 上帝从来没有创造一个负面的人生 他 上帝爱我们 他与我们存在 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完全是正面 不是正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审查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的人生是正面的吗? 还是不妙? 你怎样看你自己 哎呀,我是很衰的人 我不好 我没有用 我失败 哎呀,我不能过了 我的问题就是 哎呀,没完没了 你是怎样看你自己 非常的重要 这是怎样 你怎样看你自己 你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不如我们用正面的思想 来看我们的人是哪个好 所以我常常很强调一句话 不要让消极负面的思想 来决定你的命令 你的思想要正面 你才能够突破 消极不能够帮你解决问题 消极只能叫你越深 越采越深 升到谷底去 无法自败 在那边自爆出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人生绝对是正面的 所以每个人对这个死的下 都有不同的看法 对基督徒来说 我是一个救主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哈 哈 但是对一些还不认识主的人说 哦 这个是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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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OK 是外国人的宗教 所以每个人对十字架都有不同的观念 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角度去看 但是我们基督徒 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人生是正面 不管你懂得多少 总是有好多东西要 要夹在你的生命 哈 有一个一年级哈 Standle One 的小孩子 小朋友哈 他去到 怎么呢 去到那个九日成拜 他很专心的 坐在那里 提故事讲道 哇 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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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就坐在旁边 就看着那孩子 我的孩子这么专心 提故事讲道 他说孟师都讲道 好像很难明白哦 他的解经很复杂 我都听不大明白 怎么我的孩子能够明白 而且这样专心的听呢 哇 就动动那孩子哦 那孩子啊 你听得明白吗 孟师讲什么 那孩子就看着 爸爸 只是 不明白 孟师在讲什么了 他不明白你怎么 能够这么 专心的听 我听牧师讲道 哦 没有 爸爸 我看到牧师的讲台 后面哦 这里讲的 有一个家 这是我在学校呢 老师叫我数学的时候 我看过了 家 所以我相信 只要我看着 牧师讲道 相信耶稣 就有祝福 好的事情 家在我的生命 阿们 这世人不明白 他不懂 但是他只要他相信你 专注 就有好的东西 夹在他的生命 哇 他的爸爸 呼 眼睛一亮 呼 是啊 孩子啊 今天啊 你大大的感动了我 胜过牧师的讲道 哇 所以你的信心真的是 哇 可以感动到人 知道吗 哇 你就是这么专心 专意的 什么问题 你都不去买 也是单单相信 哦 我的主 哦 就会加祝福 加医治 加能力 帮助我 所以信耶稣 只有加妙金 阿们 开始了 阿们 所以今天 我们的相信 你看到十字架 是有好的祝福 好的能力 加在你身上 不会有负面 那么 为什么 人会堕落 在一个负面的环境 那你看 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 圣经 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看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这里讲到 道劫来 无非要通勤 杀害 毁坏 这个道劫是谁呢 这是我们圣经 所形容的撒旦 魔鬼 他要通掉你的祝福 偷掉你的平安 偷掉你的健康 偷掉你家庭的喜乐 而且他要毁坏你的身体 使你生病 使你死亡 杀害 甚至有杀害 这是一切都是魔鬼的工作 所以你不要以为 我遇到的问题 是上帝有讨厌 对上帝有讨厌 但是其实 真的是魔鬼的工作 你不要以为 上帝给你 故意给你一个病 然后呢 为难你 让你讨厌 不是 其实不是 是人 本来就是没有疾病 上帝没有创造一个会死的人 也没有把病痛 放在人的身上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你就知道 为什么人 为什么人会死亡 会有病痛 因为人犯了罪 离开了神 死亡 咒诅 病痛 患难 灾难 离到这个世界 是人 先违背上帝的命令 使到魔鬼的地步 进入这个世界 来杀害 毁坏 偷窃 偷窃 所以今天 正面的人生 连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也要有永生的生命 跟他同在 直到融融远远 所以我们在今世 来世 都是正面的 没复远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 来到十字架的面前 不要让这些负面的事情 影响我们 软弱的时候 来到求告上帝 不要远离这个十字架 上帝不愿 揍死我们 上帝是公义 公义 他也必审害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站站进进去 我们上帝 帮助我们 医治 许多人就是 他犯错了 做错了 他不敢来到十字架 我们强调 无论你多么软弱 你爬都要爬到十字架的面前 你明白吗 因为你离开十字架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了 没有 你来到十字架 这是有好的东西加在你身上 得到释放 得到医治 得到能力 你远离 只有某个捆绑 陷阱 不断的和那些咒诅 不断的领导你 所以你不要远离死架 常常请上帝 怜悯你 赦免你 保守你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 上帝要给我们正面 正面 负面的人 负面的人 不能够领受 神的应许 你知道吗 负面的思想 大家说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思想 不能得到神的应许 负面的思想 要做到上帝的应许 接下来我会跟你讲 以色列的 以色列他们的故事 他们就是 已经被拯救出来了 不过他们 人生他们的思想 是负面的 负面的 负面到那一步 连上帝都埋怨 连上帝都不要 所以上帝厌弃他 厌弃他 所以没有一个人 得到上帝的应许 很可悲 所以今天我们 不要让这个负面的思想 影响了我们 失去上帝的祝福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要记得 不是凭着你的感觉 是凭着信心的 你有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什么OK 你明白吗 你要得到赦免 得到医治 得到祝福 没有问题的 不是凭着感觉 你明白 不是凭着你做了多少的坏事 而是你有没有用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在全世界上 没有一个好人 没有一个信义人 没有一个佩德 来到他们面前 所以他才 开了一条道路 就是信心的道路 那个时候信心的道路 信心的道路 这条信心的道路 能够领受上帝的恩贵慈爱 恩敌祝福 用信心的道路 用信心的道路 所以我常常 主要做一个经文来做人 这是十篇八十一篇第十节 十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讲到 你大大的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当我的相神大大张口 神就给你充满 你愿意为主 你的行命为主敞开多少 上帝就充满你多少 你愿意被主使用多少 上帝就使用你多少 你向上帝求多少 上帝就能够给你多少 没有问题 我们上帝是完全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 不要限制你前面脚步 你可以突破的 如果你是做工的 你想要做生命 没有问题 你好好祷告 你会可以做老板 但是无论我告诉你 你做什么 都是有他的压力 有他的困难 所以我们上帝 他是无限 他愿意不断地充满我们 我们的生命 绝对能够突破 不要让消极的思想影响 我们来看民宿记 第十三章 No.3 No.3 创出力整定本书 创出力整定本书 创出力第四本书 第四本书 注意 民宿记 第十三章 27到29 这里民宿记的十三章 他们是讲到那些埃及 那些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里面 曾经在埃及里面做奴婦 做老宅 被埃及王欺负抗平 习惯打他们 习惯给他们办事 欺负他们 习惯他们 他们很受苦 他们的 他们的怨恨 他们的不是他们的 他们的苦 上帝听到了 所以上帝就信其一个人 叫做摩西 那个什么摩西 摩西 摩西就是上帝拆开 去到埃及里面 把这些受苦的以色列人 拯救出来 所以摩西呢 就带这些以色列人 出埃及 所以读下去 你都知道 上帝使用摩西 把这个以色列人拯救出来 有过红盘 天有降麻辣 早上有云柱 晚上有火柱 不断的带领这以色列人 但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那些以色列人 虽然知道 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 上帝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 他们甚至看到上帝行大神迹 但是他们的思想 还是负面 所以他们全部 都要死在旷野 本来很快就可以达到上帝 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加满地 这是因为他们的买意 他们的负面 他们不愿意相信上帝的应许 所以他们死在旷野 本来我们快没达到那个地 去到那个地方 但是他们在那里兜兜 转转 四十年 所以人生有多少个四十年 人生有多少个四十年 可能上帝给你这一次 这一次的机会 就是要带你进入他的疫情 如果我们没有去掌握 可能我们真的是被兜兜转转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 三十年后才是医生 我三十年前我信了你 但是我没有去的 这三十年后来见我 你看到三十年 人生有多少个三十年 有些人十年 有些人二十年 你知道这个佛罗密西大学 的director 他说啊 我五十多岁才信耶稣 我的头啊 真的是硬 我的头好像硬到 像石头这样子 甚至是前面都听不见 我五十岁才信耶稣 他说太可信了 太可信了 所以他真的很热心 一传 那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 要把握 把握上帝给我们允许 那以色列人他们 要进去这个上帝所允许之地 摩西就派了一个探子 这个探子 这个探子 这个探子去到这个 迦南地里面去打听 去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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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好 那你的环境是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十二个人 回来的时候 有十个 是负面 传的 message 是negative 影响他整个百姓呢 对上帝都怀疑 埋怨 只有十个 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 这十个人 在百姓 在摩西里面跟你讲些什么话呢 他们第一个父妹 他们说什么呢 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 我们去的那 那那地 果然是流奶与妹之地 什么是流奶与妹之地 是好的地了 好你种什么 他说 他的他的 他的水果什么都是很丰富的 好 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 他的葡萄 葡萄 是要两个人干的 一串葡萄 两个人干的 更了解 你去发展 看葡萄 这一串整整整 这些流 但是这个流奶与妹之地 不是一般的土地 他所种的植物 是丰富的 然后他们说 他们说 那里的第一个东西 脖子很好 然后呢 但是住在那里的名 强大 而且他的诚意 他的强 是坚固又宽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 看见了 亚纳族的人 什么是亚纳族的人 就是亚纳 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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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手有硬质手指 他的脚也是有硬质手指 脚子 摘大子 拉伊 很特别的 ok 不谈他 ok 所以他们 他们带着一个战战兢兢 最怕的这个表情来 传达这个消极 负面的信息 给这些百姓和摩西 所以那些百姓和摩西 那些百姓和摩西 那些百姓的都 就像到鸡飞狗跳 哇 那里的牛这样强大 那里的城 这么坚固 这么大 哇 他们传过面的信息 然后我们看 但是有一个人是正面的 我们说迦勒 迦勒 迦勒 迦勒呢就在摩西面前 安抚百姓 哦 说什么呢 我们立刻 上去得着那地方 我们主能够得胜 你是祿司跟基督徒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立刻 立刻 要上去 哇 他的信心很大 他看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 他立刻做 我立刻 我们立刻上去 全部人都消极 但是他是自己 所以你下去 你知道这个人 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 整百万的人哦 只有他 和一个叫做耶稣 因为他们的相见上帝的应许之地 只有他们两个人进入 应许之地 我们来看 以色列人怎么样负面哦 他们第一个负面是什么呢 他们说什么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他们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认到所归探子地 像以色列人 暴恶性 说什么 我们所归于探经过之地 是通事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 都是声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拿纳族人 就是伟人宰人 他们是伟人的厚名 就我们看自己就如诈彙一样 就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哦 他们又在传复没有笑死 哇 那里人很大 我们 我们小到胜诈彙 你是人还是诈彙 不是人哦 原来当一个人负面的时候 negative的时候 他看自己是诈彙 不是人 人是这样子哦 99样东西他做得很好 只要有异样做错 哇 他如果是负面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才没有严厉 怎么不给100分 给到19分啊 人真是真正的那点 这是人的骄傲 真是人的骄傲 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是诈彙 诈彙 诈彙诈彙 所以一个人负面啊 他连自己的那个自我形象 他都失去 自己的价值都失去 觉得自己是一个石头 觉得自己不好 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 然后 怎么样 这个第三个负面 他们甚至像摩西亚发言员 全会众对他们说 大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者是死在这框里 哇 都不要死在加拿地 求死 所以一个人负面的时候 这是 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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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大亚超马 这种这样子 然后最后 这个第五个负面 他们来到一个负面是什么呢 埋怨上帝 他们说什么 耶和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 倒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必被捕虐 我们回埃及起 不是好吗 呦 我的神啊 为什么你给你帮我 从把我们秀出来埃及 然后呢 要让我们死在加拿地 上帝名 本来就是要硬起那个好地 但是人负面的时候 就埋怨上帝 哇 第六个负面 所以我们就彼此说什么 不如我们 立个首领 回埃及去 上帝啊 对不起嘛 摩西啊 sorry嘛 你们不要做我们的领袖嘛 我们要找另外一个 做我们的领袖 我们要回去埃及 不要上帝了 连上帝所信起的摩西 他们都不要 所以负面的时候 真的是连上帝都不认了 真的是有这样的 真的是有这 更可悲的是 真的有这样的基督徒 他那妻子受病折磨 他的丈夫 不要去教会 但卖足底外发现 他他听 哇 真的是有这样子 我看到了心的睡 为什么 同心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上帝的赦免不能吗 一定要跟上帝 哇 就是 哪一面 真的是这样子 他让他妻子每次来到我面前 为我的丈夫到达 我的丈夫 他不要来教会 我的丈夫 他不愛主 他的宇宙 越陵越 有不要 他 zap off 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殷勤 无论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夫妻 夫妻就要同心,弟兄姐妹就要同心 来祷告,不要回到埃及 埃及是那边做老宅 上帝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生命 祂不要我们做老宅 或者一个消极的人生 祂就是要给我们正面的人生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上帝要给正面的人生 啊,感谢主 那将乐就不同了 将乐说什么,耶路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别是牛奶鱼蜜之地好的地方 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隐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路华亦会同在 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告诉你旁边说 有耶路华亦会同在 有耶路华亦会同在 不要怕你的问题 是的,你的问题不会大过上帝 你知道吗 你的确保不会大过上帝 上帝的功夫一定要充满你 加热很积极地想起 有耶路华亦会同在 但是呢 正面的人常常都会遇到 攻击的人 那些消极的人说什么呢 这些选费中说什么呢 拿石头 拿石头 打死他们两人 哇 当一个人说 我们去 positive negative说 不好意思 这个两个人要去 哈哈哈 所以 所以这种姐妹 刚刚幸福的时候 就是很热情 幸福的时候 你知道吗 幸福的时候 他去跟他全部的朋友讲 讲到完 结果那朋友 破了人水 噗 啊 破了人水 我记得我在工厂传闺音的时候 跟人家传闺音 他讲 哦 你幸福的时候 没有人家 但是 但是 原来哦 等下他约了很多朋友去拜神 要求财啊 求聪明 他不讲他自己 要讲我了 哈哈 所以积极正面了 真的是有时候 身边的人就 哇 眼红不爽了 哦 看你整天开口 怪不得耶稣耶稣 他不爽了 是摄影迹 摄影迹 摄影迹 啊 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 突然 耶稣的荣光 在背部中 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哇 上帝 别大喊了 哈 上帝的荣光显现 在旧院记载呢 是上帝 喜悦人的敬拜 哇 上帝要来看看额脸 就让荣光展见 但是呢 这个相反 就是 大大得罪上帝 上帝 逼不得出来 哇 上帝出来的时候 就很难看 啊 就很难看啊 上帝说什么呢 耶稣华对博心说 这百姓 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 行的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 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 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领成为大国 以他们强盛 上帝出来 对摩西说 我要用瘟疫 把他们击杀 使他们不得承受我的疫情 哇 哈 上帝死记了 所以那些 那个十个 到消极不灭性急的 立刻死亡 然后这些百姓呢 买病的 没有一个 可以进入加南地 除了两个人 上帝说什么 我岂是应许教你们 住的那地 唯有耶鲁 耶鲁尼的儿子 加热 而嫩的儿子 越苏洋 才能进去 哈 这个是我的群哈 这是我的哈 一百多万的人口 只有两个人 才能进去 这个应许之地 当时 这个 以色列人在旷里 有六十万的男的 是男的 男的 还有老婆啊 那妻子 孩子 还能算进去 加起来整百万 整百万的人 只有加了耶稣 可以进入上帝 应许之地 太可惜了 原来我们一个人 原来我们被拯救 过后 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段路要依靠上帝 相信神的应许 不断不断的跟随主 一直到进入那地 而不是信 就没有了 我现在以色列人他们都相信神 但是他们没有坚持 他们买愿 两个人 百多万的人 你可以想象百多万的人 两个人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 被招的人很多 血上的少 所以耶稣也劝我们说什么 你们要往那个窄路进去 因为确实听 我们都是窄的 确认我们那个道是宽的 所以我们走这条道 有很多的考验 有很多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要抓住 不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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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 只有两个人得救 两个人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 我借着十字架 借着十字架 得着正面人生 得着正面人生 是的来到十字架里面去 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啊 上帝 爱我们 摩西的时代 没有耶稣死在十字架 没有 所以他们得到上帝的时候 上帝一出来 他们就是死了 没有金甲 没有全功 所以上帝爱我们 他觉得 他知道如果再这样子下去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如果这样子下去 所以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入 一群之地 所以他说 不能 我要把我的孩子 拆开来到世上 死在十字架上 免得我突然出来的时候 上帝上 最近因为我们得罪上帝 我们没有马上死 我们不相信上帝 我们没有马上死 耶稣在那边踏凉 顶着 还有金甲 你来到 还可以白白的等到赦免 所以我们何等何等的蒙福 你知道吗 以色列人 他们看神迹 他们不相信神 他们得罪上帝 但是基督徒 看到上帝的儿子 死在十字架上 不相信他 你的罪就中了 你的罪真的是中了 他付上的这个代价 就是要我们绝对的 相信他的爱 相信他的爱 相信他就是要改变你的环境 相信 相信你的生命是正面的 你要相信 不要不信他 圣经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以前在传福音 我好觉得 那个人还有信主呢 可能时间有没有到 因为我传的他听的不大 明白 但是他时间没有到 然后我看到 一些弟兄里面 信的主 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改变 或者是对神还有怀疑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大成熟 所以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时间 但是我在家导告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子 当下那个人 拒绝福音 他们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下那个基督徒 不相信上帝的意思 他们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他们软弱 当他们惧怕的时候 我们会有 我们会有软弱 圣灵总是要感动你 叫你起来起来起来 如果你消灭他 就不对 真的是上帝的意思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只可以相信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神要你自己 不要放进来 这是当然的求告 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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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拥抱十字架 我们就得到好处 告诉你旁边的人 拥抱十字架 就会得到好处 拥抱十字架 对 所以你说什么呢 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一个人如果他在耶稣里面 拥抱着十字架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所以你在上帝的面前 是新造的人 你是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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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旧的 许多时候我们看 我们自己是旧的 不为 不是新的 但是也是看你是新 我看你是新 怎么你看自己是旧的奇怪 到底是谁出的问题 我们的思想 很多时候是旧的 哎呦 我都已经祷告三个月了 祷告三个星期了 都是一样的啦 我早上祷告 下午祷告 晚上祷告 一天三次祷告 哎呀 明天都是一样 今天的祷告 一样没有突破 一样的 这是旧的思想 旧的思想 旧的思想 相信他的祷告 没有改变 一样的 啊今天来聚会 一样 啊 他已经去聚会了 去个十点 一样的 没有什么的吧 这思想是旧的 旧的思想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是新造的 不同的 每一次的祷告 上帝都要成就新的事情 在人身上 不是旧的事情吗 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 如果你读圣经 你知道我们的神是 做新事 但是说 做新事 做新事 他是做新事的神 他不断的做新事 一直更新 一直更新 没有旧的 你的生命上面 要有新的 你的问题 要有新的突破 新的经历 新的改变 你要相信 弟兄姐妹 要相信 原来福音十章 第十章 第十节 这里讲到 魔鬼来是要 偷弃 杀害鬼怀 但是 神来的是要教养得生命 遇见得人更丰盛 耶稣说他来 他一定来了 不是没有来 他来了 是要教养得到生命 而且得人更丰盛 什么是更丰盛呢 更丰盛 更丰盛不是说到 你有一百万 你有很多 大成立不是 这个更丰盛 就讲到 你的生命 有圣灵的果子 里面有信心 有爱 有饶恕 叫做丰盛 有圣灵在里面 叫做丰盛 你的思想是正面的 才是能够叫做丰盛 你的思想是消极的 那你怎么说 你的丰盛 不能丰盛 你要丰盛 你要丰盛 有力量 所以耶稣给我们的生命 是丰盛的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是丰盛 是丰盛 对你的生命是丰盛的 归给他 直到有农民的原因 他爱我们 用他的血 使我们脱离这些罪恶 还给我们一个身份 就是他儿女的身份 他国民的身份 圣经 他称我们是神的祭司 大家说神的祭司 神的祭司 神的祭司 我们是神的祭司 不是超面公 不是战们 我们是神的祭司 是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祷告 祭司的工作是什么 不是战子师嘛 是要祷告的耶 祭司就是代祷 为教会代祷 为国家代祷 为孩子祷告 为牧师祷告 为人身边的人祷告 为还有灵魂得救的人祷告 才能够叫做祭司 是不是 所以一个人 如果他没有活着 祭司的身份 他们越来越软弱 越来越风味 他看得到 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自己的身份的宝贵 所以今天我们有着祭司的身份 我们要祷告 热心的爱主 释奉主 为教会报告 为教会父亲祷告 我们是上帝的祭司 这些罪人不能够来到你那面前 不管你可以来到上帝那面前 你替他们祷告 你为他们祷告 有一天 上帝要把你带到你那面前 要带领他们自己去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幸福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浆子来 人若渴了去到 人的灵原来会渴了 所以我们要来到上面那里 喝 被圣充满 被神话浇灌我们 用信心 那个时候 用信心 用信心 只是用信心 你的生命要如同活水的浆子 不断的流出来 永不仔细的流出来 你的恩膏 你的能力 你去到教会 侍奉的时候 你的能力 你的祝福流入出来 你去祝福的时候 你的生命要如同活水 这样流出来 你去到学校 去回到你的家里 你的生命要如同活水的浆子流出来 他们要印证你的生命改变 他们要看过你的这个人的生命 是有上帝的统在 是有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灵渴了 没有得到帮助 谁能够帮助他 你在外国 有冷天 春夏秋冬有冷天 而人间也可以起火 在那边软身 哇 这是心冷的呢 怎么办呢 你能够起火 死你的心 再次顶燃起来 不能 除非有上帝的话 除非有圣灵 在你的里面 所以你能够再次生命被顶燃起来 你本来负面的思想 要被转化为正面的人生 要上帝的话 你渴了 就来到喝 你去小主的时候 事奉 事奉的时候 哇 被人看到 这个弟兄有圣灵充满 他们一来到这个机会 整个机会不一样 上帝 不是要我们信了 信了耶稣上天堂而已 他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世界的眼 成为众人的榜样 所以我们有没有来喝飞是很重要的 但你的生命能够影响其他人 你就结果子了 这是上帝的生命 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 在神的右手 什么说右手呢 右手是上帝的全能 有永远的福乐 当说你旁边的时候 有永远的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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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上帝只是我们生命的道路 是一条满足的喜乐的道路 上帝盼望看见看到孩子 每一天在那里 感谢他 赞美他 喜乐 你希望你的孩子 一回到家的时候给摩托 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 或者是你的孩子 你的妻子 或者是你的爸爸 回到家给摩托 你会喜欢 你不喜欢 上帝就是这样爱我 他不希望看到孩子点黑 有问题 他要指示我们这条生命的道路 是喜乐是富足的 阿们 信的人必有神迹 其事随着他们 这是问我的敏感鬼 说心方言 所能老实人 若喝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所暗闭的人 病人就必烦 信的人 相信的人 有神迹 跟随着你 所以你的每一天都是神迹 你的问题 不是问题 会有神迹发生 你要祷告 你要寻求上帝 你的神迹 从来神迹跟随着你 不是你追他 他跟着你 而且 能够奉我的敏感鬼 我们在灵界里面 我们有权柄 我们可以奉耶稣 可以坦断一切的咒诅 捆绑我们鬼的工作 命令我们可以离开 甚至可以去赶鬼 我们有权柄 而且 这个时候方便可以祷告 手能拿着 是代表有权柄 喝什么毒 也必不受害 是说到我们的健康 上帝要让我们灵魂体 都兴旺 兴盛 富足 要给我们健康 给我们全病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 所以看你的手 我讲当初 你去看你的手 你的手呢 不是看你 但是看人的时候用呢 或者洗眼的时候用 我的手是这样子 不是 是神迹的手来的 按手在病人身上 不要等到你 弟兄姐妹 你要用你的手 去按手在病人身上 你要好好呢 用这个手 不要用这个手 打孩子 来 被长婚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没听我啊 讨在我啊 来 OK 不要这样子 用你的手 按手在你的身子 孩子的身上 不要等到他 他们在排名睡之前 按手一个一个 宣告 宣告 上面的祝福给他们 按手在你的孩子 宣告上面的祝福 他们一起在他身上 做一个保养 他们小小就被你 你恩告 你看亚伯拉罕 他临终之前 他为他的孩子 按手把他祝福 爸爸有属灵的权柄 不是牧师吗 哦 甚至爸爸向他的孩子 发育员哦 你明白吗 爸爸在家里 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知道吗 不是万一做工 然后请给 不是吗 你读 亚伯拉的故事 亚伯拉暗锁在他孩子身上 为他们祝福祷告 甚至发意 耶 哦 爸爸很重要的 所以你不要随便开口 marry young 不要乱乱讲 啊 不要不好 不要讲 一句都不可以上孩子讲 总之要引导他们 为他们祷告 他不会悲肿 啊 所按病人就病人移植 悲肿解病 按手悲肿的重症 最近我看到一个弟兄 他的脚 他是严重糖尿病 严重糖尿病 细菌感染 然后医生说里面生很多虫 必须马上开刀 把你的大骨子割掉 哇 手势动了 哦 动了不过每一天晚上很痛 痛到醒起来 好像你睡睡睡 突然间有一个竹鼻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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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他求我 求我去他的家 我输了 那边来夸 哎呦我真是 忙了 忙到没有去齁 哇 还好最后我去哪 还好痛得这样急嗎 我去回来家 接近祷告 奉约说你 我夸我朋友 啊 我告诉他 brother 你要专心哦 祷告 忙活的事情啊 你夸你夸 我知道你的脚后 你有视作 但是不用看定是 就是专心祷告 还真的听啊 他来 Tommy 不是来接我的时候 他还要放一个 我的屎 无业 act yap shut 我没有痛 当没疼 出脚 有反疼 你 треб 对 无牙 不能痛 就avi 所以有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 你要相信你神迹 告诉你朋友人说相信 主的恩典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就是富足 却为了我们的缘故 他成了贫穷 死在十字架上 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 成为富足 我们的神 怎样使我们的富足呢 他卑微自己 他倒空自己 他降低自己 提升我们 哇 这个非常重要的 他卑微他自己 他是神的 他卑微他自己 在十字架上 提升我们成为富足的人 赤我们荣耀 赤我们冠免 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世上的缘 哇 我们成为如此如此的爱佛 所以今天我们里面要开始 有一个梦想 我是富足的 我的家里是富足的 我的事业富足了 我的未来是富足了 因为耶稣 降低自己 悲慰自己 提升我起来 我怎么能够不富足呢 完全是上帝的福足 上帝爱你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上帝爱你 果然还是异竹的 最后 最后 林前 2章1章9章 2章9章 如今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四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所以呢 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跟人家讲耶稣 你说 喂 老子 你知我 亚索是谁来的 我没有看过 也没有听见 想也没有想过 有在的事 哎呀传说啦 妈老娘 这里大车的 原来我们上帝爱我们 为我们预备了 真的是我们看没有 看都没有看过 想也没有想过 听也没有听过 太宝费了弟兄姐妹 所以你要传福音叫人信耶稣 有他的挑战 因为他是没有看见 没有听见 也未曾想过的 未曾想见 所以你要有爱心 去爱他 先让他经历你的爱 耶稣的爱心 慢慢带他 慢慢跟着明白 所以我们弟兄姐 我们的心 要有一个空间 那个时候 要有空间 要有空间 我们的心 要留一个空间 因为这个空间 是什么空间呢 就是这个空间 这句话的空间 你知道我们的生思 因为全部是出门的logic 有空间 有空间 没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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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让一个位 让这句话 在我们的心里面 原来我们的心里面 还有一个东西 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 耳朵也没有听见 想也没有想过来 哇 原来 奇妙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用logical 用自己的头脑 用自己的知识 用自己的能力 去衡量我们的问题 不要 因为有奇妙的事 要解决你的问题 要让你渗过 要留一个空间 你会经历上帝的爱 你会大大的感动 你要转机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我不是骗你 不是不会告诉你说 哎呀你随便啊 你信主啊 你随便就可以了 随便祷告 上帝救就救不救不救不救 不是这样子的 跟随从这一条道路 真的是要全新的 我告诉你 许多人渴望 上帝帮助他 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他一脚打死气 他还活在他的罪 活在自己的世界 他又想上帝帮助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不能突破 你不能 你要 focus 专心 把自己的所谓的意见放下来 我们没有看见 没有听见 想都没有想到 所以呢我们当时 神总要起别生了 你先 你先 我在后面等 因为前面的道路 我看都没有看过 听也没有听过 想也没有想过 神灵带给我们 好 不可以 argue first 不可 多想攻击 传奇 也要传奇 好 我们一起站 一起来